他观测了一个什么彗星 然后就以他的名字叫朱巴拉姆彗星 是吧 为什么没叫朱理财彗星呢 这是97年的事 我正好那天晚上我值班 我那会经常在山上待着 就是在星龙 然后呢就是发现的时候 我们当时没看出来他是彗星 我们以为他是个小行星 就按小行星报上去了 因为他反正是新发现的一个移动天体 是看到他享受还是 没有 看到他相对于恒星背景在走在动 不同的时间拍三张以后 你看他在恒星背景 因为所有天上的恒星 因为我们的望远镜是跟踪的 所以天上的恒星 其实它都相对位置没有变化 但是你会发现其中有的在它上面会动 动以后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近地天体 应该是要太阳运动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当时以为是小行星报了 但是小行星报上去以后呢 就是后来因为是加拿大的有一个兄弟 那哥们儿就一看我们已经 他知道我们发现了好几颗还不是一颗 他就拿他的一个更大 口径更大的望远镜去做后继观测 结果他一看呢 发现这个东西其实不是一个 对 他有点像棉花团似的 就不是一个亮点 所以他觉得是恒星 然后他再告诉小行星 小行星又找了欧洲 找了几个人去做证认 最后发现他真的是颗恒星 结果到第二年的 就是98年的年初的时候 直接就公布了一个 直接出了一个特别长的一个公告 就说这个恒星的命名 从现在开始要改规矩了 如果发现者没看出来是恒星 同时呢 它的轨道本身又不是特别特殊的话 那么再被别人看到的话 那这个恒星的命名呢 就是由发现者和最早看出来 它是恒星的那个人一起来 就这巴勒姆是后来看出来的 对对对 他是看出来的 他叫戴维的巴勒 戴维巴勒 猪是先发现的 对 我们等于是发现 但是实际上不能说我发现 其实还是等于我们组发现的 我说是世界上第一个 就是由发现者和看出来 最早看出来 它是恒星特征的那个人 共同命名的一个 反正这也算载入实测 因为小行星 就是小行星呢 它是由发现者命名 就是恒星是以发现者命名 谁发现的 以谁的名字命名 如果是小行星呢 就是谁发现的 它可以给它起名字 像我们以前 我们这个组在天文台说 当时发现了 就是我们有命名权的 大概是在1400个左右 那这1400左右 其实就是说 由我们发现组 就可以给它起名字 包括比如我们那会儿 起金庸 还起了一些其他的名字 然后我自己 小行星命名 它其实是反映发现者意志的 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命名 比如特别有名的人 这个您可以给我们讲讲 你看这个就是这个 邓博士拿来的 叫做JWST 后面叫做尾部 哈勃空间网已经 虽然成果封硕 硕过累累了 可以叫做 开创了这个天文学 从90年代开始吧 完全是一个星纪元 但是这个上去以后 就非常厉害的吃惊 吃惊的是什么 因为它口径大了 口径大了以后 它分辨力很高 这是其中的一个 另外一个原因 它是在红外波段 在红外波段的原因是 因为你看遥远的宇宙 都有个我们叫 宇宙学红移 对 就是所有的东西 就是早期的 还有一些比较有横行形成环境 里头有尘埃 心肌戒指 它会吸收 所以你的光学可能看不见 这个呢 实际上这几幅图都是红外的 这个是VICE 它口径是一个小口径的一个外形 口径多少我记不清楚了 这Speaker大概是在一米左右 看的是同样一片地方 同样 完全一样的 完全一样的 你看这个JWST 出现一个细节 这个细节是我们 真是想都想不到 比如说在 在Speaker那个时候 跟哈勃是同时代的 中间这幅图 看到的 右边这幅图 你看这个细节 所以这里头实际上 如果是 你要来比较这两个图的话 我觉得简直是 就完全是跨越了一个时代 对你来说 改变了什么 你以前 对于这一片星空的什么认识吗 很简单 你比如说你看这个 比如说这几个亮点 我认为是恒星 对吧 但是背景上 我以为是星际介质 但是你 到了高分辨去看的时候 实际上里头有很多很多的星点 里头 当然这些点 有些是星系 就这几点 我们完全不了解 因为看不到 你不能分辨它 所以这个一个是分辨率 就是因为口径大了 另外一个 它是在红外波段工作 比如说我们很多现象 比如说跟 戏外行星 上面存在的一些 就是市区环境的信号 或者是有 智慧人生命活动的这些信号 是只能从 这样的设备上面 才能发现 有人活动的信号 不是 就像比如说 前段时间有一个 有一个叫做 金星的一个探测 俄罗斯的一个东西 它就是在 金星大气里头发现了 就是零 零的一种信号 我们知道这个大气里头的零 零是一种 参与生命活动的一种东西 你和淡零甲的那个 淡零甲那个 零 零那个元素 零化氢 零化氢 零化氢这种东西 它会是一种生命活动 留下来的痕迹 所以当时就很多人怀疑 说是金星上面 虽然没有办法生存生命 但是它大气里头 实际上大气的变化 它有一个温区 所以这里头有可能 有某种生命 哪怕是简单的 因为零化氢嘛 我知道那个鬼火 它就有零 就是它 就看见了 说的就是它 说的就是它 所以它在那个里头 看到这个鬼火了 那就肯定是 那就以前 是不是就应该有生命了 所以这个就引起了 就是唠了一个乌龙 最后那个结果呢 经过大家认真发现 发现是对信号的解读 就过分解读了 就咱们那个fast 就那个天眼啊 天眼 反正是发过那个新闻 就说收到了那个射电报 你们知道吗 快速射电报 快速射电报 不是不是 那个新闻 关于快速射电报 是它的一个科学现象的 它是跟这个 我们刚才聊的话题相关的 是那个叫做 叫做载带射电信号 对对对 反正不管它是什么 我看的新闻就是说 也不排除是那个智慧 我稍微解释一下 远方的智慧生命 给我们发的那个 无线电信号 对我稍微解释一下 就是任何自然现象 就是无论是fast 能看到的长波射电信号 还是我们的这个红外 刚才说的红外望远镜 看到的那个 就是比光学波段 更长的那个波段的 电磁信号 还有我们的光学信号 紫外信号 X射线信号 都叫做电磁信号 都是电磁信号 如果自然界里头 因为某种自然现象 产生任何电磁辐射的话 它一般是宽带的 就它有一定的带宽 然后人类的通信 用的什么信号呢 用的是一个 就是有一定频率范围的 这样一种信号 这种窄的信号 比如说像我们的手机通讯 是我们知道数字编码的 像以前还有模拟信号 它都是 就是它的平带很短 很窄 如果你收到 用fast收到这种信号的话 就有点像 就是我们无法想象 这是来自自然界 所以大家就怀疑这件事情 就类似于手机信号的 这个窄的频段 不光是手机信号 很多人造现象 产生的电磁信号 都是窄拨段的这种特性的 所以它就 把这个推论 就用到这个上头了 但是这个逻辑上 有点不够严密 对于你们科学家来说 哪天得观测到什么信号 你们就可以认定 这是外星智慧生命发的信号 它得具备什么特性 射电其实相对会更容易 就是未来我相信 我们最后能找到 如果是外星人 咱们说的是高等智慧生命 不是地外生命这种 不是喜剧 如果是外星人这种的话 其实很容易 你只要收到一个 就是不是随机的 这个无线电信号 其实基本上就很可能 就很可能跟外星人有关了 什么叫不是随机 就是有规律的 对对对对 有一定规律的 因为我们到目前为止 因为实际上就是CT 其实就是专门搜寻 地外文明的这个射电 用射电 不断搜寻地外文明 已经有大概五六十年了 这已经过去五六十年里面 其实天文学家 一直在来自宇宙 各个所有方向的 可能无线电信号 一直在做 做这些处理 最早发现有规律的 其实后来是发现 是毫秒卖冲星 就是FAST现在要做的 最开始还以为是 以为是外星人的信号 后来发现不是 是卖冲星 但是除了卖冲星信号以外 基本上就是到目前为止 接收到的 可以说几乎所有的 无线电的这种信号 全部都是完全随机的 就是像造声一样起伏的 但是可能有个别的 但是就也没有重复性 就那么一下 比如说想了一下 然后也不知道是啥了 但是如果 比如说像我们地球人这样 现在我们发射的这些 像我们的电台 电视台这样的信号 假如说发射出去以后 如果被另外一个星球上的 就是有我们现在这种能力的 这个色点网络接收的话 其实一下就能看出来 就主要 那这样的 就是我们的信息传播 如果用电磁波作为载体的话 它就是 我们现在基本上是两种 一种叫调频 对 调频广播 它就是通过改变频率 来把信号加载在上头 还有一种叫调幅 就是它信号一会儿大 一会儿小 但是它频率是一样的 但是只是它的强度 相当于是 它的幅度 所以这叫调幅 两种模式 这种像这样的信号 在我们看来的话 是高度有序的 就是一看就知道 这个是人造的 就是说是有信息在里面的 对对对 就是很容易看出来 你比如说 比如我们常用的复列变换 一看它非常非常有规律 自然现象呢 它是一个宽带信号 就是各个频率上 没有什么特征 但是这么说啊 连规律也是属于人类认知范围以内的 你何以知道 人家的没规律 是人家的规律 只是你发现不了人家的规律 这太对了 这就是从我这个角度 就是我看见 当初我看见这个FAST 公布这条消息的时候 那个其实可能也是媒体的误读 实际上不是真的 不不 是那个FAST的那个 叫做地域外 生命 智慧生命搜寻小组的一个负责人 他发布这么一条 对对 我记得是个科学家 不是 那还是应该是媒体的误读 按我知道的 我听到的应该是媒体的误读 其实不是 就是人家本意肯定不是这个意思 那这是什么意思 他没有说 他其实没这个意思 但是不不不 我希望他有点意思 有点 有点这个 有点暗示 而且 而且暗示还比较强 他就说这种宅大的信号 可能 不是我们 知道的自然现象 他这么说 就是我看有一些天文上的 这个 就是这个突破进展 基本上就是天文望远镜的突破进展 才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 天文学的这个进展 或者说 我有一种 可能不是很恰当的比喻 我感觉怎么 天文学有点 有时候我感觉有点怎么像考古呢 跟考古有点像的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其实都是很到以前的事 对天文来讲 其实随时随地 他老会发现一些 大家以前谁都没见过的东西 然后你想都没想到的东西 有人真的关心 小行星撞地球的事吗 这个当然还是有的 小行星撞地球 有这个危险吗 有这个危险 实际上就是 最简单的 其实你去看月亮就知道了 月亮满 其实秘密满 全都是坑 对啊 那么这些坑绝大部分都是被砸出来的 就是月亮表面的这些坑 有一小部分 有很少不到10% 大概是跟以前的火山有关系的 现在好像已经能够认定 这证实就是说那个墨西哥那边 叫什么油卡半岛 那个坑 说就是6500万年前 就导致 就很有可能是导致恐龙灭绝的 那个内地多大的一个 那个是一个大概16公里大小的 一个小行星 一个而且是一个大概金属 因为当时之所以 发现这个事 其实当时就是因为 在对应百恶纪的那一层土 比较发红 当时是一个美国的物理学家 去意大利玩的时候 其实是看到这个现象 然后回去问他 然后大妈跟他说 你去测 测完以后就发现在这层土里 之所以它发红 是因为它有一种 一 就金属一 一字旁 一负的一 一个金字旁 金属一的含量特别高 后来发现这个现象 不光是在意大利这个地儿有 其实在全球好多地方 都有 那结论是什么 结论就是说 地球 整个地球对应百恶纪 那一层土 其实都是发红的 整个这一圈 算出来以后 应该是一个 大概16公里左右的 一个金属 含金属一的一个小天体 撞击造成的 整个它会变尘埃以后 把地球 罩住几年 就像河冬天 道理是一样的 其实它文章发表 过了几年之后 就是有人在墨西哥湾附近 尤卡塔半岛 就是地质考察的时候 就发现一个环形的结构 这坑的大部分 已经是在海里了 但是 但是还有一部分在岸边 就是这坑直径180公里 就基本上和原来 人家这个预测的 大小是一样的 测试太年代 就是6480万年前 其实从1997年开始 就是天文学家 开始发现 撞地球概率 不是零的小型了 外国拍了一电影 叫不准抬头 好多人聊这个电影 当年我们俩 就是坐这个 枪枪行天下 到这个哪儿啊 到希腊 到希腊 在他们一个博物馆里 他们的一个雕塑 今天人看起来 就像抽天雕塑 就像抽象雕塑一样 然后那个导游就说 这叫仰望星空 就是他那个人 就是这样 全是这样的 全是这样的 后来我就记得 他在说 他说我们今天 都是低头看手机 跌到了银河系中心的 这个黑洞 实际上拍这件事情 是主要是洗照片 耽误时间 你讲的特实在 它是这样的 这个望远镜 叫做世界望远镜 这个是一个 跟传统望远镜 它是由传统望远镜组成的 但是它跟传统望远镜 是不同的概念 我先说一下 为什么需要这个东西 黑洞它的几何尺寸非常小 然后我们 比如说像第一个 M87里头的黑洞 那个几十亿倍太阳质量 就是比几十亿颗太阳 还重的那种黑洞 但是它距离远 所以它张角特别特别小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 口径特别大的一个望远镜 这个望远镜 我们是照不出来的 那照不出来怎么办呢 我们有个技术 叫中和孔径 我这摆个望远镜 这摆一个望远镜 我把这两个信号 我们有个叫相干 相干合并的方法 就是说你不能把这个信号 跟这个信号直接加起来 那是不行的 所以这个技术非常非常复杂 所以我们相当于就利用了一个 工作在同一波段的一个网络 有很多望远镜 比如说像阿玛 就是主力就是阿玛 就是在治理北部的 但是说就是这种技术呢 实际上在 我们中国还没有一个这样的望远镜 一号米波望远镜 但是我们中国人有这样的人才 我跟你说透露个秘密呗 阿玛那个望远镜的核心组件 是我们中国人完成的 这么牛啊 对 这个人是现在在紫金山天风台 一个很出色的一个信念客 比我第两辈吧 三文雷 有很多中国人参与 但是没有中国的设备参与 原因是因为 这个设备确实我们 自己要建造它 可能还要 我们正在做 顺便说一声 也是在冷湖 我们发现了一个 一个亚号米波的台子 现在国家决定投资 造一个15米的 这个如果造好了 就可以加入到这个里头 而且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补充 我上次在冷湖跟你讲过 就在整个国际上的 这个望远镜布局的格局 这个 一个是欧美发达国家 还有台子资源的情况看 所有的好的望远镜设备 都在东半球 然后在澳大利亚呢 有一个镜子 所以稍微补充一点 而在我们 我们国家幅员辽阔嘛 对不对 我们国家如果 这儿不摆一个望远镜 这个望远镜 网络就不是很完整 所以我们这个进去以后 会对这个网络 产生非常非常大的贡献 比如说下一次拍一个照片 可能更清晰 可能就是我们的贡献 所以在这个上面 就是我们还有点路要走 就是超新爆发 对 我们知道恒星演化到 到最后 只能像太阳这样的 就变成一个白矮星 所以白矮星 就是温度特别高 矮就是小的意思 对 对吧 白矮星就变得多小呢 就是变得跟地球差不多 太阳变得跟地球差不多 太阳很重很重 对吧 变成地球这么大的话 咬一勺就是一座山这么重 但是质量再大一点呢 它就会产生超新爆发 也可以产生黑洞 所以大质量恒星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 我们亲眼目睹 在我们附近 这个东西很厉害 可能会摧毁 周围很多东西 所以我就希望 就是特别希望在 有时候这里能看见 在附近看见一个超新爆发 因为超新爆发 我们现在知道的东西 很少很少 甚至它怎么爆的 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 比较 为此你不怕危机我们地球 特别希望在附近看到一个 这个现在自然界的事情 我说的附近 就是在银河系里的学生 银河系 我不是举个例子 就是我们地球 甚至太阳 甚至太阳系 全部加在一起 扔在银河系里头 连一个沙子都不如 如果是科幻的话 假如说真的有某种东西 它能够突破这个空间的限制 就类似引力波 这样的东西的话 其实我觉得那也不一定 但至少按照目前我们的理解 其实是不行的 那我们现在只能知道 我们这个气球上的东西 所以你知道这个理论物理学家 你讲这个理 确实无法证实 但你都没法博它 我觉得真正的科学精神是什么 其实可能比较本质的是 对未知的这种好奇是科学精神 但是现在有不同的 你比如现在如果你看媒体上说的 这些跟科学相关的东西 包括特别是跟天文有关的 比如中文的跟天文有关 各种各样的这种所谓的知识 其实好多都是错的 是吗 好多错的 好多有可能被证明 甚至能其实培养的是那种 从根上就质疑的一种态度 包括教科书 包括专家什么的 那都是我们这无所谓 比如我以前遇到这事 天文馆长来说 说那东西不是 就是你会发现 天文馆长有的时候 他看着天文的东西 他其实不一定真知道 因为他一风筝一种 就是说你可能没放过风筝 你可能就这人 他没见过风筝能发光 早期啊 十年前那风筝会发光 当时没人见过 那你们天文学家 对于这个人类的命运看法 跟我们会有什么差异吗 经常看星星的人 人类能够 真的能够证实外星人的存在 而且能够交流上 这是解决了特别多的问题 那么难 起源上的一些问题 你认为 交流不可能 但是发现还是有可能的 发现是有可能的 发现也是很难的 另外就是不光是 因为外星人是一个事 还有一个地外生命的事 因为我们现在地外生命 还是发现嘛 但是地外生命是一个 比较就是应该说 大概率会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会发现的 就我们的太阳系 其他的行星 或者其他行星的卫星上 我们发现地外生命的 前一阵日本传来的消息 不就是说在哪个星星 有一个小行星 龙公小行星 它那个带回来的那个 它把那个物质给抓回来了 对 它龙公的那个土壤还是什么 说是史无前例 在这个地外的行星上 发现了氨基酸 好像还不是一种 二十多种氨基酸 氨基酸 其实你如果非要跟生命联系在一起的话 我觉得也不一定那么很直接 其实宇宙空间当中有很多分子 比如说就是宇宙空间当中 宇宙还不是星体上 比如像氨分子啊 像氨基酸一类的东西 然后因为那种东西 已经非常接近这个 所谓氨基酸不是也就是那些 碳氢吧 这些加上点氮啊 这种组成的一个分子结构嘛 对 我记得我以前参加过一个工作 就是叫做 用这个青海站的那个设备 去找这个宇宙当中的有机分子 好多年以前了 所以有机分子就很接近 就是所谓有机嘛 有机这件事情就跟生命 就可能构成生命了 就已经开始就是产生联系了 所以原则上就是 就不用地球这样的条件 因为即便是在地球上 在玛尼亚拉海沟的火山 就是熔岩口边上 都还有就是大型的生命存在 对吧 像那种虾呀 像那种 吃硫黄的 对 所以你 其实生命存在 它需要那么 那么特殊的环境吗 其实不见得 但是智慧生命这件事情 就是终其追求的目标 就是我们人类是不是孤独的 对吧 这个是一个一个就是特别困难的一个问题